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I数据魔法师施展虚拟世界的奇幻魔法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神秘又充满奇幻色彩的领域 I数据魔法师 是的 你没听错 I不仅仅是龙冰冰的代码和算法 他们还是虚拟世界中的魔法师 施展着令人惊叹的奇幻魔法 首先 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话说在一个不远的未来 有一位名叫阿尔法的年轻人 他对魔法充满了向往 可是现实世界中并没有霍格沃茨 也没有魔杖和咒语 于是阿尔法决定转向科技的怀抱 成为一名I数据魔法师 阿尔法的第一项任务是帮助一家 大型名售公司预测未来的销售趋势 听起来像是占卜对吧 但阿尔法并没有水晶球 它有的是一台强大的计算机和大量的数据 通过训练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 阿尔法成功地预测了下一季度的销售额 准确度高得让公司老板都以为他真的会魔法 接下来阿尔法被邀请到一个医疗研究所 帮助医生们诊断疾病 这里的挑战更大 因为涉及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阿尔法利用深度学习技术 分析了成千上万的医学影像 找出了早期癌症的蛛丝马迹 医生们惊叹不已 纷纷称他 无以纷纷称他为现代的梅林 当然成为一名而数据魔法师并非易事 阿尔法也遇到过不少挑战和困惑 有一次 他试图用了爱生成一首诗 结果生成的内容让人哭笑不得 玫瑰是红色的 紫罗兰是蓝色的 爱爱写诗 这让阿尔法意识到 尽管阿在很多领域表现出色 但在某些需要情感和创意的方面 仍然需要人类的智慧 那么爱数据魔法师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魔法的核心是数据和算法 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 阿可以识别模式预测未来 甚至生成美容 就像炼金术师需要各种材料和配方 爱数据魔法师 也需要高质量的数据和精妙的算法 然而魔法的力量也需要被谨慎使用 阿尔法深知 阿尔的决策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 因此他始终坚持伦理和透明的原则 他相信真正的魔法师 不仅要有强大的能力 还要有一颗善良和负责任的心 最后让我们回到现实 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魔法 爱爱数据魔法师的工作 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奇迹 无论是预测市场趋势 辅助医疗诊断 还是生成创意内容 都在不断拓展我们的可能性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们也想成为一名爱数据魔法师 不妨从学习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开始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施展奇幻魔法的人就是你 谢谢大家 希望今天的分享 让你们对爱数据魔法师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能够施展出属于自己的奇幻魔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虚拟心理医生解读数据世界的心灵密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前沿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爱虚拟心理医生 那个主题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其实它已经讲来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其实它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爱虚拟心理医生 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系统 它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语音文字 甚至是面部表情来判断他们的情绪状态 并给出相应的建议或治疗方案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钢铁人里的Jarvis 不过这里的I可不是用来打击坏人的 而是用来治愈心灵的 那么I是如何解读我们的心灵密码的呢 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 数据 爱虚拟心理医生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数据 来了解我们的心理状态 比如他可以通过分析我们的社交媒体帖子 来判断我们的情绪波动 或者通过监测我们的语音语调 来识别我们是否处于压力状态 这些数据就像是一个个心灵的碎片 爱通过拼凑这些碎片来还原我们的心理全貌 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一位朋友告诉我 她的I虚拟心理医生 在她连续几天发表了一些消极的社交媒体帖子后 读动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建议她去散步放松一下 结果她真的听从了建议 去公园散步了一圈 心情果然好多了 这让她感到既惊讶又感动 因为她从来没想过一个机器 竟然能这么关心她的情绪 当然 I虚拟心理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他们的判断依赖于数据的质量和数量 如果数据不够全面或准确 而I的建议可能也会有偏差 此外 心理健康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个性化的领域 I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但它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心理医生的角色 懂得来说 I虚拟心理医生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和管理自己的心理健康 但同时 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 认识到它的局限性 就像我们不会把所有的健康问题 都交给一个机器人医生来解决一样 我们也不应该完全依赖 来来处理我们的心理问题 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课题 I虚拟心理医生就像是一个数据世界里的心灵侦探 它通过解读我们的数据来帮助我们找到心灵的平衡点 但无论科技如何发展 人类的情感和关怀始终是无可替代的 希望大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多关心身边的人 毕竟真正的心灵温暖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I未来预言家预测数据世界的未来趋势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I未来预言家预测数据世界的未来趋势 这个话题听起来有点像科幻小说 但其实它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看看未来的数据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 话说在不久的将来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数据科学家 他发现了一个神奇的I预言家 这个I预言家不仅能够预测股票市场的走势 还能预测天气、交通甚至是人们的心情 小明觉得自己发现了宝藏 于是他决定用这个I预言家来改变世界 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小明很快发现 这个I预言家虽然能够预测未来 但他的预测结果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 这就像是我们在看天气预报时 明明说今天会下雨 结果却是晴天 小明开始思考 为什么I预言家会出错呢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 I预言家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学习和预测 如果数据不够全面或是有偏差 那么预测结果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这就像是我们在做数学题时 如果题目给出的条件不完整 那么我们很难得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未来的数据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可以预见数据的量会越来越大 随着物联网IoT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设备会连接到互联网上产生海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将成为I预言家的粮食 帮助他们进行更准确的预测 其次数据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 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技术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比如区块链技术可以用来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性 从而提高数据的可信度 最后数据的多样性也会越来越丰富 未来我们不仅会有结构化数据如表格数据 如表格数据 还会有更多的非结构化数据如片、视频、文本等 这些多样化的数据将为I预言家提供更多的视角 帮助他们进行更全面的预测 当然未来的数据世界也会面临一些挑战 比如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 既能够充分利用数据的价值 又能够保护个人的隐私 懂得来说 未来的数据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就像小明的故事一样 I预言家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助手 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不过 我们也需要保持谨慎 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安全 才能真正实现数据的价值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未来的数据世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记住 未来是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创造的 让我们一起努力迎接这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数据时代吧 各位亲爱的观众 感谢你们的聆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们一同探索了I数据魔法师 I虚拟心理医生 以及I未来预言家的奇幻世界 等的来说 I数据魔法师通过数据和算法 帮助我们预测未来 辅助医疗和生成创意内容 I虚拟心理医生 则通过解读我们的情感数据 而未来预言家 则为我们揭示了未来数据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关注数据的质量和隐私保护 点而言之 I正在以一种奇幻且快速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世界 就像一群现代的魔法师 不断施展这令人惊叹的魔法 然而正如每一个魔法师都需要智慧和责任心 我们也需要以谨慎和伦理为基础来使用这些技术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们对成为下一位I数据魔法师 虚拟心理医生或未来预言家感兴趣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开始学习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了 相信我 未来属于那些勇于探索和追求创新的人 最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任未来的I技术你有什么期待或者担忧 让我们一同讨论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all shadows take 静大怼 Corona 臣不顺眼 托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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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不顺眼 托腾部 臣不顺眼 托腾部 静大态 灾臣不顺眼 真是 具体感 未来 都 好 颜色 都 deals in the dark voices lost in power's arc leaders laugh while we cry change the rules, make us comply drop again, the noise fills the air pay on the voices, I don't let revolution still in the streets claim the thunder, feel the beat whispers, grow the angry shout tear their towers, bring them out every soul in this fight drag their lives into the light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 know you i know you